好 今天来看一下这个MYG的收市价 就好像一如所往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 嗯 shooting star 讲讲的 你看他人的开是2.77 2.77 到收市是2.67 所以这里是0.1 so 开始到最高 嗯 不算是shooting star 这个 因为shooting star 他的身体 他的那个 啊 上影线一定要是他的身体 至少2倍 这里连2倍都没有 勉强 不算是勉强 我安全都不是流行 这个应该是很明显 都是人家是套利的 这里是看的到是套利 不他的那个儿子 至于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有有几个啊 有6 呃 CAK 不用看了 今天早上已经讲了 CB 也是蛮刺激一下 这个也不是一个流行 NYEG CC 嗯 这个就肯定是流行的 你可以看到吧 这个流行 你可以看到他的身体 身体他的开是价是0.5 收市是0.485 就0.015 所以他的他的身体是0.015 差价差是0.015 最高是0.57 减0.5就开市价 嗯 就是0.07 0. 嗯 0.07 除以0.015 你看他是几倍 四倍了 不用看了 基本上是看着你就大概知道是是也是一个流行的 所以 cc 这个是复合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缺口 所以这里我们是期待他会普回这缺口 我们是看一下那个 cd cd 你可不要给他骗哦 这个他是卡他是没有收 呃 没有成交量是在0.205 不过刚才有去看了 maybang 也是蛮精明一下 他直接是放0.40 就四脚签才可以给你卖进 你要排啊 直接要吃掉他的话就是放0.40 说0.40的话基本上他的那个 啊他的母股要去到2.74才可以 然后这个 还 可以注意看 不过要小心一下 只是没有什么量的时候 这个你要清楚知道 等下我会跟你讲解怎样丢哈 然后接下来是myeg c 这个 看下来是不是流行啊 0.275 0.02 0.275-0.255 就是OO跟C那边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不到的话我放这个 嗯 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指标来的 看这里啊 按到这个 然后拿出去 你可以看到这个open是0.275 减掉那个 他的 是你 身体啊 开始收市价 so open close 你看到0.275减掉0.255 就是0.02 0.02 然后这里开市价 到他的最高 当的最高就是这里啊 就是这里直接是 呃 呃 呃 这里算是0.02 这里直接是0.05了 0.05除0.02 基本上是两倍以上对啊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流行 所以它上面有一点下影线啊 这个也是不关没有什么关系的 嗯 这里的缺口我们是0.18 CE 嗯 CE会比较有看头 基本上我们是可以看的是 这4个 这个也是可以啦 CB CC 这个价格 啊 有点贵的对我来讲是 因为这边 我是尽量想找是低个无实现的 平单 然后 MYEG G 呃 CF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流行的 这里 我是讲这个 这个图 然后这里一个确定 所以明天 看一下他们 会拿到几多啦 我还会回回调的时候 我们就看一下机会有没有在啊 接下来就看CG CG 这个是跳下 呃 切口哇 这个更好 这个是 0.285 要更新一下 0.285 这个就 不需要更新啊 因为这个是没有交易量的 这 MEBANK MEBANK 我就知道没有这样简单 因为我是看他的那个平单来讲 还是 不会做亏本生意的啦 这个 Profit Noss就是你 现在卖进的话你会 亏多少巴仙 是这样啊 就是讲 你买贵多少巴仙 这样 只是这样罢了 另外一个 这个 比人们这样 相反来算罢了 CNB那边虽然是看 不过太可惜 还是太接近 那个 啊 是什么 不过等一下要改更改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母口价格 价格 所以基本上是这个四个也比较 比较好 最合理来是CD跟CG 因为他们时间点比较长一点 所以在 这一季度 现在是一月 所以还要出月报来讲的话 五月头 还没有出到 所以这一月 所以我一直讲讲 为什么选CD跟CG的分别就在于 他那个业绩 这个这个业的 会反映在 现在是 三一月二三三月五月五月五月 五月中央才出 五月中央才出 然后又六月又出那个 年报来讲的话 所以讲最理想的还是 这一个 七月跟九月 所以这两个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了解更多 不过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卖入点 因为他是 是向下 这个不是PUT Warrant 这个是CALL Warrant 所以他是Structural Warrant Structural Warrant有两个 CALL Warrant那边 我们的操作是 他的趋向是一定要向上 这里 基本上是转着下去 转着下去 我们只是看了也没有做什么 我们只是 还是一句话 等哦 等到他 普这个缺口 不然就是我们不是看这里的这个缺口 我们是看母股 来根据母股来分析 所以这里你一看到 这里有一个缺口是2.38到2.44之间的 所以 你可以 期待他 今天是收市价是2.6 然后刚好改了 2.6 所以你可以 计算他 如果他的母股价格去到2.38的话哦 嗯 他的那个 价值 就是基本上是这里 你可以注意看下 0.28 这里基本上你可以卖进是大概差不多这个0.23就是 呃 贵多10 20%这样也不用怕了 因为你到头来的时候你一看下 如果是跟着这个 这个support resistance来讲的话 他最高这里去到不用去的最高 2.84就好了 这里大概是 嗯 2.84 所以我们就可以预测2.84 2.84的话 这CD 如果你能拿到 0.3的价格的话 这里我要更改在这边 0.3 然后 这个 let's say 比如说这个是你卖进的价格 平均价格 小out就是卖出啦 然后 他会价值 0.43 嗯 基本上啊 我期待他应该是他 如果他到2.84的话是 我们来看图那边比较好一点 CD NYEG CD 可以 这里他的牌价是 0.29 看一下先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要买 应该是还应该要排到很高一下 不用紧 我们期待 Maybank的哈 啊 你可以 你如果要 啊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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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丢价给你的话是 你排一个买价是在于这个价位 啊 然后他就会自自自自而然的 还会放一个排位这样上去给你吃的了 不是给你吃给你丢 所以你 大概没有记错 嗯 不 以今天呢 这样来算的话 0.40的话 他们应该会放0.46给你 大概是这个价格 如果是 MYG到2.84的时候 所以你这里你就赚了 16 百分比来讲的话就是 大概是 53% 这样啦 这个应该是 预计 啊 啊现在是11月 半年里面有一半50%的回报 也是蛮不错一下 这也只是根据 技术图就是你这样来分析罢了 直到他这个这个价格 这里如果是要安全一点就放2.79好了 为什么讲2.79是因为这里有三条线 是碰到这个阻力点的 主力点越多是当然是比较好 嗯就接触到这些拉筑越多会比较好 2.79跟2.84相差不多了 所以还是放2.84好就放这里了 如果你要贪心一点也是可以贪心一点的话 就你会期望他去到3块2 等那些人真的疯狂的话3块2 那他的目标价之前已经是讲了 我之前已经讲了是会到3块半 自己讲这是3块半 我也不讲解了 3块半的原因是因为这个bonus issue 需要除2 之前是7块的哦 啊现在要清楚这个小金 啊知道这个3块2 嗯然后 这里又换去3块2 这里又换去3块2 我们就看下 CD这个价值啊 这次我就可以放6毛了 放6毛的话就是100%哦 值得考虑一下 至于这个CG 这个CG 嗯 也是可以一下啦 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他的成本比较低 然后你回报也是比较高一点 不过 还是算了 这个就是 要迈进平单 这个所做的工作 现在目前为止是 排放在这边看 要观察他这个几时 有可能还跌破一点点 也是要看最近的风 风雨闹多久 这个只是 只能观看 你也是 可以目前也是可以进 不过不是一批直接进完 当他到这个谱 这个缺口的时候是 这个是要跳高 缺口 get up 嗯 get up 的时候 如果他这里要 普回了的时候 嗯 普回的时候 再差不多要反弹的时候 你可以进了 那是基本上你是可以 all in 所谓all in 不是你摘美省富的身家 是你打算 要进支持股的时候是多少 有比如说 这里 你看这CD 我之前讲过这个单位 是很重要一个 很量的工具之力的意义 对吗 这里就有 一亿 一亿个单位 所以 除以一百来讲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 算lock size 算一个lock就是一百个unit 所以这里就是一百万个lock 100万个lock 如果以10%来讲的话 0.1 你最多 只能买 一百 这里还是要改一下 容易堵一点 就是要放这个 这个两个零拿掉哈 嗯 这个是 十万 十万的话 满搞一下 十万 如果是 还要乘一百哦 还要乘一百哦 这里我就要放 两个零 有三百万 哇 三百万资金也是没有问题 问题是你进这个一大量的时候 也是很多人疯狂啊 你可以看到这些拼单 没有什么人买啊 你可以看到这里才 交易量才50 这里 是它的极限 当你要丢票的时候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 啊 股票行那边它最多排位 如果是maybank的话 它应该没有记错是拍250个log 而已 250个log就是 25000 就是25000单位 这个 算多也不多 算少也不少 如果是用三次线来看的话 7500 还好啊 不会很多也不会很少 还是 拿掉这个方程式 放在这边 7500 赚到一个7500 蛮好吧 学费都没有这样贵 这个是不错一个 看一下还是不错 不过这也是 预测预测一下 这个是 你能赚呢 是 赚这样多 亏 这一亏会亏多少啊 如果是做错了的话 做错决定的话是 我们就要看这个了 我们要用这个来衡量了 我们就要用这个 如果它真的是 往上方方面的话是 它跌破这一点的时候 就是2块钱的时候 如果它没有向上 如果它没有向上 不错一下了 有看头这个股 嗯 2块钱如果它有一个出一个爆量 好像这样的量啊 跌破的话是 这个2块钱是一个很强烈的支撑点啊 你看到啊 1 2 这里突破这个就往上飞了 你看到这里 这里是一个 它叫做那种假突破啊 所以2块钱是关键点 比如说2块钱是它主损点的话是 我就放2块钱啊 我就放2块钱啊 这里就是一个好处了啊 2块钱如果是用CD来讲的话 你会这里 以 你 那个 股票行的 行情来看的话 你 会 它应该 你应该会拿到 0.20的价格啦 所以你会 可以33% 33% 33% 来讲的话 这里 你的那个 WinRose Ratio就是 100% 对30 3啊 33% 3对1 不错一下啊 还好啊 100对33 3对1的 百分比 就是你赚你就赚 算183 你亏 你就亏33% 蛮合理一下啊 这个 这个我只是算CD 还有也 还没有算其他 其他也当然也是要跟着 就是你这样调 调整一下 至于怎样去做这个的话 你要看我上一个video啦 好啦 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它这样的 这里我们也的确是看不到 我们要 要 进去我们的那个 啊 Trading Platform那边才可以看得到 然后今天 这里就要小心那些银行的股啦 当初有人跟我讲 银行可以进 我不建议 不鼓励 因为风险太大了 赚的对比 就好像这种 这种我就比较倾向 喜欢这种 因为这种 亏亏一点点 赚就赚很多 而 这种的情形下 它一亏就亏很多 赚就赚很少 这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我就是 其实是比较喜欢 风险 比较低 回酬很高那种 所以银行的股 目前我是不大看好 因为他们的回酬是太低的 比起 我看好的这个股 刚才我只是这样跟你很基本的 这样分析一下 你就看到 哇 很可观一下 不过 目前不是 还没有 取一个 一个很明确的信号 跟你讲 是可以卖进的 所以 还是观望好了 然后这里 嗯 这个不好意思 这个换回2块6 然后好 给我自己来做 参考 嗯 接下来就 没有这样多 只是分享这样多 如果你有兴趣 要学更多的话 或者跟我学习的话 嗯 这是我的Facebook 然后 嗯 这个网站 我现在想着有没有哪一间公司 用这个名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不排除我用这个名字来开一间公司 然后目前我还没有什么更新这个网站 你按下去 基本上是可以啊 看到了这里就是这样咯 所以 这里基本上是包你四餐的啦 一天里面10点早上到9点 然后是6月13号 在Crystal Cartel那边 然后只是30个 然后 有 笔记本那些全部就是包完 基本上是包到 差不多都是包山包海的 包到完你 只需要再带你的脑袋 还有External Hard Disk 还有一个是Shutter 因为蛮冷一下的 Laptop 最好还是带下去啦 不过不是恐怕 这个External Hard Disk 最好是有如果 你没有Laptop的话 然后 make sure你的Laptop有至少 15git的位置 因为 这个课程讲完了之后 就是讲你参加完 参加完这个课程 我会 录下他的那个影片 就是整个课程 然后给你 因为这个课程对我来讲是 我也是每次更新 所以内容 内容不一定是一样 但是所教的东西是一样 只是不停的转转变罢了 你可以问一下我上一两届的学生 他们有一些是来两届 然后第二次课程是完全不同的 不是完全不同 正确的讲是 所讲的东西是和第一次有很大分别 就是同样东西 用于不同的例子 同样的道理 只给你不同的例子来看待 就是这样 然后 就是这些东西 你只要知道这个这个这个网站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我这个了 在哪里的了 所以 这个是前提之下 你是有心要去学习的话 不然的话 就不要浪费点时间跟金钱好了 然后我分享就到此一集的谢谢 谢谢